欢迎收看财经知识库邦宁天才库 我是谢家伟 触控技术结合面板跟智慧型手机 成为主流的人机界面之后 发展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 自从iPhone带起手机革命 触控功能在行动装置上就越来越重要 而为了因应手机的薄形化 轻量化还要有高画素的要求 这也让触控技术是不断的变化升级 比方可以透过深度的触觉 或者是加强力量 让触控的技术可以做出更多的反应 究竟触控技术它发展的进程是如何 当今的主流趋势又是什么呢 今天节目当中要带您来了解 触控技术它最主要可以分为 外挂式和内牵式这两大类 我们首先先来看什么是内牵式 内牵式触控它最主要又可以分为 Unsell和Esell两种 而两种技术最大的差别 就是触控感测器位置的不同 Unsell它是将触控感测器 加在彩色绿光片基板的上或是下表层 制程是相较Unsell来的简单 Unsell它是把触控感测器 直接置入面板模组LCD-SELL结构当中 感测器在面板结构里头 会比较容易受到讯号干扰 技术难度也比较高 量产的良率也比较低 而Unsell当中它又可以细分为 电阻式、电容式、光学式 其中因为内牵电阻式触控萤幕 没有办法做到多点触控 因此只剩下制造成本低廉的优势 相较之下内牵光学式和内牵电容式 就成为了市场的主流 我们简单整理一下 Unsell和Unsell的比较 最大的不同就是刚刚提到的 感测器它放入的位置 一个是在面板模组结构当中 那么一个是加在彩色绿光片的表层 而当然它嵌入的 在模组里面呢 这个难度会比较高 也会比较轻薄 不过相对它的良率会比较低 成本也比较高 而Unsell的感测器呢 因为是放在彩色绿光片上 相较比较容易 但是也因此比较厚重 不过因为它的生产良率比较好 所以价格比较低 是具有成本优势的 而内牵式触控面板产品 它最主要应用在手机 数位摄影机 还有数位相机 可惜是多媒体播放器 还有可惜是导航装置 PDA跟数位相框 还有行动的上网装置等等 接着带您看到的是什么是外挂式的触控 外挂式呢 它是在没有触控功能的TFT LCD面板外部 再叠加一层触控面板 而因为多加一层面板 所以透光性就比内牵式来的还要差 也会比较厚重 外挂式的触控面板呢 它困难的地方 就是在于触控感应模组 和显示面板模组之间的贴合良率 能不能够做好 两者相比之下 内牵光学式触控技术 因为它省去了外挂玻璃或者是薄膜 因此它可以成功减少贴合和组装的成本 终端的产品也会变得更轻更薄 而外挂式触控呢 又可以分为几类哦 包括了像是外挂式玻璃加玻璃GG 玻璃加两片薄膜GFIMFIM 另外还有单片薄膜式触控GFIM 以及呢OGS它是有触控玻璃加保护玻璃 集结在一块玻璃上的设计 其中OGS它曾经是主流 它是外挂式单片玻璃解决方案 将ITO玻璃跟保护玻璃整合成一片玻璃 而触控感应器就直接制作在保护玻璃上 省掉一片玻璃就使得触控面板 它的模组厚度比较轻薄也能降低成本 而外挂式触控面板它可以应用在家用 娱乐游戏还有互动销售跟餐饮系统还有特殊教育 工业跟医疗保健等领域 好至于内嵌式和外挂式它触控的应用是如何演进的呢 苹果公司最初几代的iPhone 它都是使用外挂式玻璃加玻璃GG的外挂触控方案 但是从2012年所发布的iPhone5它开始搭载呢 这个苹果专利的内嵌式incel触控面板 原本的外挂式触控面板供应商 就只能先暂停为iPhone服务了 不过2017年三星的Note 8它采用的是OLED面板 而OLED它的发展又使得外挂式触控商机爆发 这是因为OLED面板它最主要是使用 内嵌式oncel和外挂式这两种 但是外挂式它的良率会比内嵌触控还要高10%以上 因此OLED采取外挂触控又成为了趋势 除了三星之外市场现在也传出2018年 苹果6.1寸的液晶面板新手机 因为它的萤幕尺寸是比较大的 如果采取内嵌式触控面板 这个画素可能没有办法达标 所以已经考虑要来改采外挂式触控面板了 我们进一步来看苹果产品它的触控技术应用 苹果在2017年第四季所发布的新款iPhoneX它采用AMOLED 这使得内嵌式触控产品出货量开始下滑 整体来看苹果的内嵌式触控出货量 在2017年达到了将近两亿台 这是比2016年下降了有8个% 而根据集邦科技的报告指出 2017年Incel触控面板 占整体智慧型手机市场的比重攀升到29.6% Oncel触控面板则是受惠AMOLED的面板需求热潮 所以比重提升到26% 而至于在Oncel外挂式触控面板的比重部分则有4×2 至于现在有目前在全球的主要触控面板厂商的分布 跟台湾有哪些相关的供应链呢 国际大厂包括了日本JDI 南韩的三星 中国的欧飞光 还有台湾的陈宏 以及GIS夜城等等 而随着科技的创新跟智慧型手机市场成长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原期 现在触控面板的应用范围其实也更为广泛了 包括了智慧音箱智慧家电冰箱 还有洗衣机的显示面板 也都使用触控面板 更可以透过指纹的辨识和按压力道 提供不同的功能跟指令 触控面板的使用将使得人机互动 远远胜过实体的按键 提供使用者更便利的服务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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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